各位朋友平安,欢迎大家来到7月的读经Challenge 我们继续看针研,我们今天继续看针研的第21章 我们会看第16-31节 记得在昨天我们开始的时候讲第21章 都是讲关于耶和华有这个主权 无论是在第1节还是到最后一节都是讲的 耶和华是拥有这个主权的 其实有一个主题其实都很突出的了 昨天我们看第1-3节的时候 也有说三节尤其是讲到 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越纳 其实我们昨天看那半章的经文里面 我们都特别提到其实好像说来加书6章8节 我们要行公义浩年吻传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其实这个第21章里面都很相似有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会看16-31节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的功课 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回忠 爱宴乐的必自窮佛 好走爱高游的必不附足 恶人造了疑人的属价 奸诈人代替正直人 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 使气的妇人同住 智慧人家中积蓄保密高游 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尋得生命 公义和尊荣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 倾福他所倚靠的兼女 紧守口语舍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心娇气傲的人名叫舍慢 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 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因为他守不肯做工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 疑人施舍而不论息 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 何况他全恶意来献呢 作假见证的必灭亡 唯有听真情而言的 其言长传 恶人念无羞耻 正值人行事坚定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性乃在乎耶和华 好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节开始 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开始 其实十六十七十八节似乎都说了一些给我们知道 就是这三节的针言都说了 如果那些人走错了路或者做错了事的最终的命运会是怎样 好像第十六节这里说了 迷离通达道路的 迷离其实很特别的 其实新日本就会译造偏离 偏离明谓之道的人 即是愿意离开了这个智慧的路的人 就会住在阴魂的会中 其实这些人明明是走错了的路 但是后来就走错了路了 或者走失了走差了 他们在很累地徘徊 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的时候 就发觉原来自己已经在一些阴魂当中找到安息 换句话说 就是可能他们很早就已经面对死亡 或者是去到死亡的当中 接着第十七节 就是跟第十五节有点点相似 因为记得我们昨天看十五节的时候 他就说丙公行义的使义人喜乐 使作业的人败坏 其实他在说这个喜乐这个字 其实就是跟第十七节说的 宴乐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 其实这两句说话似乎就是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就是二人寻求很公平地去行事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会得着这个喜乐 第十五节那里这样说 但是去到第十七节他就说爱宴乐的人 就也都很想去追求这一种的喜乐 但是追得到那种就是一种的贫穷 其实这两节中间就是第十六节那里这样说 第十六节我们就是说这个很严厉的警告 如果你走叉踏错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就会走进去这个阴间那里 其实就是说不要只挂着燕乐 同样的就是十八节 他都说恶人就做了二人的属嫁了 其实最终的说的是恶人是将会接受到审判 而恶人就做了二人的属嫁 其实是很有趣的 什么叫做二人的属嫁呢 其实二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去一些东西来属自己呢 其实这句话就是说 原意就是说恶人原本想逼迫一些二人的 但是就想不到原来那些恶就已经临到自己当中 这个就是做恶人的一些结果了 这三节的经文十六十七十八节就说了 做坏人或者做恶人的一些结果 接着就是在第二十至到第二十二节 你就会见到其实做一个智慧的人 一些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第二十节就是说你家里 就会有积蓄那些保密 油膏 甚至乎你会见到智慧的人 是会追求仁义 得着生命公义和尊荣 还有智慧的人会爬上勇士的城墙 其实这三节的经文都是说 当你做一个智慧的人 做一些对的事的时候 你会得着一些什么的奖励 反而在一些经文或者译本当中 都会说到尤其是第二十节那里说 就是说智慧的人 其实是很懂得如何去珍惜或者珍藏保密 即是说一些愚昧的人 其实是不懂得保密 即是随得来随吞下的意思 其实就是很揮霍无道的意思 即是完全都不会有什么的积蓄 有什么的资金 有什么的计划 总之呢 叫做每月都清的 即是好像有很多 现在这个新的词叫做月光族 每个月都要洗光所有的钱 这班就是月光族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 即是那个新词馆都会说 这些愚昧的人是不懂得保密的 可能他们会将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扔掉去 就不知道原来那样是保密 好像是一些古董 在识货的人当中 就知道这些是保密 在一些不识货的人当中 就当那些是草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 就是懂得如何去判断 什么是真正的保密 接着有一节经文 很想和大家分享 去到第27节这里 第27节它说 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 何况他全恶而来献呢 其实去这里 箴言说说 说这个敬拜 其实它说献祭 好像 其实献祭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敬拜了 因为你将你的祭物 献给耶和华神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 是一种敬拜的一种 其实 智者或者是 所罗门在这里 说的第27节 他说 描述敬拜 其实是比 贵赂更加好 其实什么叫贵赂呢 人怎样去尝试去贵赂神呢 我不知道大家从来有没有试过 贵赂神的呢 究竟什么是贵赂呢 譬如 譬如有些人 其实他们真的 不是很想相信神的 但是 之所以他们想去教堂 去教会 之所以他们去做十一的奉献 之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去服侍 做义工 其实不是因为他对神的那种爱 或者是觉得很想去奉献 不是 而是因为他们很希望神会保佑他们 让他们不会落地獄 或者是 很希望拿一个天堂的入场券 所以就在上教会 或者是做十一奉献 或者是做义工 其实某程度上 这些都像是去贵赂神 是吧 究竟我们是害怕地獄 还是我们是爱天堂 有时我们都要自己去想想 究竟我们是哪一种 我们真的是爱神 还是我们很害怕被惩罚 所以我们都唯有走这边 有时我们的心态是决定了 究竟我们如何去面对 教会 甚至乎是做基督徒的态度 所以他在这里说 好像我们昨天都曾经说过 刚才我也有读过 是不是 第21章 第3节那里特别提到 是不是 就是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越纳 所以其实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 祂是希望我们去爱祂 或者是去服从祂 多过去献祭 或者我们真的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 其实神什么都有 我们需要特意再去献祭 其实我们献祭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爱神 我们很想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给祂 而不是因为我们很害怕得罪祂 所以我们也很害怕被祂惩罚 所以我们唯有这样做 这个可能我们将那件事 本末倒置了 神希望或者神不希望 我们只是去牺牲 或者献上我们的时间 精力 金钱 祂更加地想要我们的心 希望我们完全地去爱祂 完全地将我们的生命给祂 或者在现今的世代 我们可以贿赂一些人 有钱是使得鬼推磨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慢慢也不可能可以贿赂神 绝对不可以贿赂神 最后两节的经文 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 谋略抵挡耶和华 第三十一节 马士卫打仗之日预备 得性乃在乎耶和华 这句针言似乎都在说去打仗 准备打仗 其实如果没有神的话 就算我们准备得多好 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看回头 如果就算有神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其实自己都需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自己的准备 就算神能够控制结果都好 我们自己都有责任去做好打这场仗的准备 所以可能神很想你写一本书的时候 你就要慢慢去学写 可能神想你在海外宣教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 又或者神希望你去实现一些为祂而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充分去准备自己 让神去使用你 因为得性乃在乎耶和华 但是我们是需要去准备马匹来做打仗之日的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 希望我们都能够知道 我们的神是一个满有能力 而且是有主权的神 但是我们在神的主权底下 我们仍然需要做好我们自己 去选择一条正确的路 智慧的路 让我们一生都走在智慧明辨聪明当中 我们今天的零收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